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动漫新剧园 我是G&D 今天我们继续来解读 迪迦奥特曼的幕后故事 让我们来看看 第一集是如何拍摄出来的吧 首先要拍摄的是怪兽 攻击迪迦十项的片段 这里的怪兽 其实是工作人员 用小推车推过来的 想不到吧 随后要进行拍摄 迪迦十项倒地的片段 为了营造出真实感 工作人员必须进行多次挑事 并且在最终实拍时 在地面上加上了飞扬的尘土 来增加现场的感觉 而当迪迦快要复活的时候 他头上的灯 是用外部的灯光打上去的 这一点想必很多人也没有想到吧 而在迪迦从十项复活的一瞬间 是使用了电脑技术后期合成 这样才能起到瞬间切换的效果 下一幕要拍摄的是 格尔赞脚踩迪迦的画面 两名工作人员拿着迪迦的手臂 格尔赞在手臂上踩来踩去 感觉样子十分滑稽 紧接着要进行的是 迪迦复活后的画面拍摄 此时格尔赞的皮套里 应该是有人出的 而迪迦也是真人出演 不知道他们俩在拍摄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尴尬呢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 实拍后的场景吧 看到这一幕的工作人员 也都笑了出来 看样子效果还是不错的 在随后的战斗中 为了出现迪迦是光之战士的特征 工作人员在迪迦身上 打上了很多光影 让他看上去更加立体 并且为了模拟战斗的真实性 工作人员在战斗场地 排列了许许多多的小灯泡 当迪迦和怪兽战斗的时候 小灯泡就会闪光 让战斗显得更加激烈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实际拍摄的场景吧 不得不说 几家奥特曼的拍摄 真的是相当精良的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就能拍摄出如此真实的战斗场面 这跟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努力 都是神不开的 再次下面一些 亲情工作的 幕后工作的 自己崇高的经历 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那就没有我的同学啊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